大家好 為各位介紹下面一張商品 那今天的車型是六代進站 我們來看一下 為各位介紹這一組避震器 這個是好一陣子我們沒有拍影片的 拍它的品牌 就是荷寶的避震器 那大家可能對這個品牌呢 其實可能有聽過 但是一直都沒有很熟悉 因為它確實不是在我們國內非常非常知名的品牌 但是呢 其實呢 從以前到現在 我麥克商庫麥克叔叔 我一直覺得它 都有不錯的水準的表現 為什麼 因為它的加工的精密度是真的很漂亮 那我們加工的精密度 當然會反映在你商品的一個成品上面 這是很重要的一個部分 然後 加工的一個細節呢 是我一直常在講的東西 你加工的細節 如果做的很仔細 精度很高 那 變器的設計呢 現在其實都已經蠻 尤其網路都可以插得到了 不管是雙油路 或者是說 單油道啊 或者是掛品 其實呢 我們都可以發現很多 得取到很多很多的知識在 那當然呢 接下來呢 最重要的還是取決於製造的一個精密度在 然後我們看它這個CNC的一個 切削的一個部分 非常的精緻喔 然後呢 呃 這一組是核保 H1的一個 H1的一個型號 它是沒有掛氣瓶的 它是屬於一個油氣混合的一個部分 然後呢 呃 整體呢 像這位車主定格是全黑色的一個部分 那它是用高剛性的紅十字阻尼芯 也就是目前呢 呃 業界呢 使用最好最好的阻尼芯 紅十字阻尼芯 然後第二個呢 它是使用零路的一個 呃 那個日本的一個日本鋼的一個彈簧 其實它一直用的東西都 非常的不錯的 其實呢 我們看到它雖然沒有掛屏喔 那我們其實都會 我們店有兩台六代進展 然後呢 那其實我們這組沒有掛屏的避震器 用起來的真的不錯喔 它會 嗯 非常在沒有掛屏的避震器裡面 它真的有非常不錯的表現 甚至比一些其他的掛屏的一些品牌啊 各方面真的都好很多 喔 那真的是在細節方面 反映在一個成品的方面喔 這個細節決定了一個成敗 然後我們看製造的精細度 也是使用進口的呃 呃 油鋒 然後呢 我們看調整主泥的部分 我們這個角度比較難拍 讓各位看一下 那這個是阻尼的部分 那我看 拍另外一支好了 阻尼的部分呢 呃 還是不好拍 我們轉過來 阻尼的部分呢 喔 我們看一下喔 這個是回彈的一個阻尼 喔 回彈阻尼呢 當然是多段 但荷寶很特殊的是 它是 使用這個 然後利用油增插的方式 直接在頂舉油增的一個部分 喔 這個是他們在調整上呢 比較 呃 特殊的一個地方 喔 當然裡面也是 呃 剛剛講到的 呃 剛剛講到的 洪詩附尼加上大的一個談片站 喔 然後呢 它其實整體的表現呢 這個 以 相同價位的東西來說 真的是非常的超值 喔 一直以來 其實對核寶的避震器 核寶的商品呢 都有極高的一個評價在 尤其他們在CNC上的一個精緻度 是非常非常高的 那CNC精緻度取決於CNC 第一個製造的一個時間 第二個製造的一個 呃 我們剛剛的時間就是加工的速度 喔 你刀切過去 你這個可能要花15秒 如果你把速度放慢可以切得更細的話 可能會到20秒 30秒 製造的精緻度有關 第二個就是機台本身有關 喔 核寶他們工廠呢 他們所用的機台呢 CNC機台呢 全部都是日本製造的機台 喔 所以在 國內的業界算是非常大的壽命 幾乎是沒有人能夠跟他們抗衡這一點機台的一個部分 尤其像 頂級的車型複合機 他們場內還是有 喔 這是非常非常頂尖的喔 尤其像 日本的機台 像華拉庫啊 像這些的 然後他們都是有這種機台在製作 所以其實是加工細節是非常非常棒的 那 喜歡朋友們可以參考看看 那當然 核寶還有很多型號 那 包含目前各位所看到的這組H1 喔 的一個部分 喔 都可以做一個訂購 謝謝大家 做個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